那个女孩怎么也没想到 她只是随口向朋友抱怨了一句 自己不想留在这个世界 结果下一秒意外就发生了 一个奇怪的魔法镇静凭空出现在了他们脚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那扇通往异世界的大门吗 红毛本以为这是在拍电影 但男主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他发现女孩不仅没有感到害怕 而且还表现得满脸期待 果不其然 等男主醒来的时候 他们真的被传送到了异世界 原来国王为了拯救王国不被魔王军入侵 便将他们以勇者的身份召唤到了这个世界 这可把女孩高兴坏了 他终于可以不用再藏着掖着 可红毛却很生气 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魔王不魔王了 现在的他只想回家 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中去 可国王却又说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原来勇者召唤是单方面的 目前并没有将人送回去的方法 听到这里的红毛忍无可忍 可他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就被国王的轻微队给围了起来 眼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男主只能不停地安慰红毛 毕竟在这样下去 他们可能连命都不保 然而就在这时 国王却突然甘息跪在了地上 他放下了一国之主的面目 卑微地请求着他们住这个国家一步之路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女孩也不禁地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问题 那就是凭什么来认定他们就是勇者 而国王身边的女人这才告诉解人 召唤魔法是有约束的 只有听到终生的人才会被选为勇者 听到这里的两人彻底懵懵 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身后的男主 原来男主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生 因为在下雨天没有带伞 所以原本打算领雨回家的他 刚好在走廊遇到了学生会长明明 虽然两人平时没有交集 但他还是打算把自己的伞借给男主 而与此同时 和男主同班的学生会复会长龙泉也来到了 他不仅将自己的备用雨伞拿给了男主 而且还准确叫出了男主的名字 这让男主感到十分惊讶 因为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学院最受欢迎的校花校草 居然会如此平易近年 回家的路上 三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八卦 很快就聊到了有关升学的话题 原来灵音一直有一个无法摆脱的烦恼 因为自己实在是太优秀了 就算定下难以达成的目标也会马上完成 所以几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甚至还会时不时冒出奇怪的想法 总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他的容身之处 然而就在这时 龙泉和灵音却不约而同地听到了刺耳的风声 可奇怪的是男主什么都没听见 就在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圆形的魔法阵已经出现在了他们脚下 就这样 三人被稀里糊涂地传送到了一世界 而画面一转 他们已经来到了测试魔力的房间 只要触摸眼前这个发光的水晶球 就能知道觉醒后的魔法属性 只见灵音率先将手放了上去 几乎同一时间 金色的光芒便从水晶球里散发了出来 而这正是雷系的魔法资质 紧接着便轮到了龙泉 只是触碰的瞬间 水晶球就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 可龙泉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 结果灵音的中二病就再次觉醒了 此时他满脑子都是动感光波和摔炸天的光剑 而最后则是轮到了男主 结果他刚把手放上去 水晶球就发出了强烈的绿色光芒 虽然大家只是感觉这个颜色看起来很舒服 但殊不知这却把一旁的女人给吓了个半死 可女人刚把男主带到国王面前 结果国王就被吓出了广情包 原来男主觉醒了治愈戏魔法 甚至整个国家也不过只有寥寥几个 现在的国王很是头疼 他明白自己必须要赶在那个人之道之情 将男主平安地送到其他地方才行 可是怕什么来什么 神秘人已经来到了宫殿的龙外 原来女人的名字叫罗兹 是这个国家堪称Bus级别的存在 就连国王也拿她没有任何办法 而罗兹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就是为了亲眼看一看国王召唤来的勇者 看着那恐怖的眼神 男主瞬间就被吓了个半死 虽然国王立刻就做出了解释 说男主只是被牵扯进来的普通人 但罗兹还是有一点不相信 于是便在临走前询问了男主的意思 眼看罗兹终于是被自己给忽悠走了 国王悬着的心也是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时 男主却又突然问起了绿色究竟是什么手机 听到这些话的瞬间 罗兹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被这几个老奔给添了 紧接着就朝男主走了过去 而就在国王不知所措的时候 威尔斯便率先用出了自己的水魔法 与此同时 灵鹰和龙泉也得知了男主被带走的消息 虽然威尔斯保证了男主不会有生命威胁 但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向两人解释 只能告诉他们罗兹和男主拥有同样的治愈性魔法属性 而画面一转 罗兹已经将男主带到了他在城外的驯虑机 还在男主不知所措时 一群肌肉猛男就冲了进来 这把男主整个人都下麻了 原来这些人全部都是罗兹的小弟 同时也是男主日后的好肌肉 而罗兹这才说出了自己真正的目 原来他之所以要把男主保回来 就是为了将拥有治愈性魔法 让他培养成自己的故性 住八块腹肌需要多久 只需十三天 按理说即使是运动天赋极佳的人 没有两月半的刻苦训练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男主是个天生弱鸡却偏偏做到 更是让笑花直流口水 牛逼 就在不久前 大姐头相中了男主万中无一的回复术士前置 并将男主敲晕强行扛回了培训基地 醒来后男主并没有选择逃跑 因为也根本逃不出大姐头的手掌心 只能心甘情愿接受大姐头的地域训练 在开始修炼前 大姐头交给男主一个日记本 交代男主要把做过的训练内容 以及感受到的事物 统统记录下来 因为在学习一个新东西的时候 做笔记是最低成本 同时也是最高效的学习方法 男主以为第一天的训练就会让他苦不堪言 起码他可爱的室友是这么跟他诉苦的 但实际上第一天的内容只有感受魔力的流动这一项 对于天赋极佳的男主来说 并没有前辈们说的那样煎熬 两分半不到 男主就感受到了一股暖流在内心窜动 大姐头说那就是魔力 男主最终要做的 就是把那股魔力引导出体外 等男主能熟练感知到魔力之后 大姐头交给了男主一本万物图鉴 让男主熟悉一下这个世界的地图 以及所有魔物的种类 第二天 大姐头交给男主的训练项目只有一个 那就是徒步10公里 之后每日的训练量会在这基础上翻倍 因为他们救命团的任务就是在战场上救人 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体力在战场上跟跑 可男主一开始连跑个1000米也要断断续续 时不时就肌肉静完倒下 他还想趁此机会沐浴两分钟 但每逢此时 大姐头就会像一个恶鬼一样突然出现 不就是肌肉静完吗 这不是能中途休息的理由 说完大姐头直接甩出了一个治疗魔法 将男主的肌肉静完治好 就这样在大姐头的监督和治疗下 男主头也不回开始疯跑 连鞋子和袜子跑坏了也不敢逗留 来到第四天 男主已经可以在不借助大姐头治疗的情况下一直奔跑 但对于那些被折磨了不知多少个两年半的前辈们来说 男主还是太过于逊色 第五天 男主除了体力和耐力在逐步提升外 还时不时能做到将魔力引导到体外 第六天 除了要顶着大雨奔跑 还要听着一旁大姐头的催促声 男主生气以用力想提速 结果直接滑倒在地上 这份不甘的情绪他一定要记录到日记本上 然后写下骂人的话语 男主越想越气 结果这时男主手掌亮出光芒 已经能将魔力大面积的引导到体外 见此情况 大姐头知道时机已到 到了第七天 除了跑步之外 还新增了一个挨揍的项目 男主还以为是自己昨天在笔记本写下骂人的话导致的 但地球的文字 大姐头是看不懂的才对 男主倒死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是知道自己这一天内都要被揍 之后的日子里 男主除了要挨揍 就还只剩下挨揍 但起码自己已经可以灵活运用治愈魔法疗伤了 到了第十天的时候 因为已经能使用治愈魔法恢复体力 所以不管怎么跑都不会累 正当男主以为可以每天轻松摸鱼训练的时候 不料这一切都在大姐头的意料之中 又给男主新增了训练项目 每天俯卧撑一万下 但好在男主已经能灵活运用治愈魔法补充体力 一万个俯卧撑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这时大姐头也发话了 他之所以要这样锻炼男主 只因一位合格的回复术式要够硬够快 这样才能在混乱的战场上 即使跑为躲开敌人攻击 并快速来到受伤的队友身边治疗 跑得越快就能越快进行救治 男主瞬间豁然开朗 自此以后 就没往日记本里写过大姐头的坏话 每天完成大姐头定下的训练目标后 都会感受到一种全新的酣畅淋漓的爽感 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轻 便往身上增加负重继续训练 渐渐的 男主习惯了这种生活 也彻底融入了救命团这个大家庭 只不过相应的 男主这暴脾气也不再隐藏了 这天室友光头只是偷吃了男主便当 男主就摆出了要和对方拼命的架势 不让男主揍他一拳 男主就一直追他到天涯海角 就这样 悠闲的训练生活又过去了一周 在地球时的两位校友 终于过来找男主玩了 然而当他们看到男主的训练方式后 直接瞎愣在了原地 不过就算如此 男主也依旧靠着治愈魔法硬是顶住了两块巨石 看见男主如此顽强且坚挺 大姐头十分满意 暗暗说着可以将男主提前带去那个地方 另一边的两人依旧十分震惊 在看到男主壮瘦的肌肉之后 林莹两眼放光 甚至流下了不争气的口水 但这时骑士团的团长怒了 直接抓起大姐头的衣领质问 回复术士的本质 说到底也只是个医生 拿得远超骑士团训练的标准 来要求一个普通人 不就是在残害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吗 然而大姐头让对方不要多管闲事 并表示自己要把男主培养成自己的左右手 而且男主的性格他十分喜欢 这么一个好苗子 大姐头坚持不让步 听到这 团长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了 随后大姐头让男主先去和同学们酗酒 他有些话要和团长单独聊聊 于是几人只好乖乖离开 这次两人带来了公主给男主认识 还带来了公主亲自烘烤的蛋糕 这让男主久违地品尝到了门味 在一番交流后 男主也得知了龙泉和灵鹰的近况 平时就是和团长练练剑术 和神官学学魔法 如果累了随时可以休息 这和男主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 然而这时 灵鹰却注意到了男主剑术的肌肉 好在这时龙泉给男主解围 询问起男主为什么要忍受痛苦也要留在这 但男主表示 虽然这些日子是挺苦的 但和大家训练后 也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乐趣 而且男主坚信 只要自己坚持训练 将来等到龙泉和灵鹰对战魔王军的时候 或多或少能帮上一点忙 灵鹰听后立即撒起了娇 表示等他陷入危机的时候 让男主一定要来救他了 男主都无语了 明明对方有成为最强雷系魔法使的前置 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柔弱女孩吧 撒娇是怎么个事 就在男主吐槽的时候 男主那可爱的室友拿着一个便当走过来 说是给男主补偿上一次的 让男主就感谢他的大发自卑吧 当看见男主和光头玩得这么疼 此刻两人也终于放下了心 担心男主在这受苦是多余的 说不定人家比他们更适应这一世界的生活呢 龙泉也下定了决心 要回去城堡好好训练 不能落后男主太多 第二天一早 大姐头将男主带到了城外 这次的目的地是以魔物横行出名的黑暗森林 可就是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 大姐头却让男主进到里面徒手抓一只大狗熊 男主直言不可能 他一直在跑步和挨揍 现在让他进去抓熊不是要命吗 这个回复术士也太惨了 明明救死扶伤才是他的本质 可他的师父却把他丢进到处都是魔物的森林 还让他去打败并活捉一只大灰熊 这不是在难为回复术士吗 但一想到那笔熊还恐怖的师父 男主还是觉得打熊比较容易一些 可他话还没说完 大灰熊就出现了 看到那猙獰的熊脸 男主瞬间气势全无 吓得转身就逃 毕竟这体型也太疼得打 根本就没得打 好在有着之前两周半的跑步训练 男主利用速度成功甩开了大灰熊 男主也真是服了 一个还好说三个就只有跑 可男主还没跑多远 就听到了一阵水声 于是直接一个加速就冲了过去 大灰熊健壮 也只能心中按道算你弄逼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这 而男主此时也被水流冲到了岸边 在将衣服晾干之后 男主轻点了一下螺丝给的装备 除了一把短刀和干粮之外就没别的 无奈男主只能先吃些干粮填饱肚子 眼看此时天色已晚 自己又没生活道具 男主也只好找些树叶盖在身上 再加上治愈魔法取暖 在平安度过一晚之后 男主将这里暂时作为据点 只带一把短刀走进了森林中 打算先了解一下大灰熊的习性 然后再找机会下手 为了防止迷路 男主也一路在树上刻下了标记 很快在经过一番跋涉之后 男主在一棵树上找到了灰熊魔转的痕迹 看来那家伙很可能就在附近 就在这时男主身后传来一声一响 可没想到树丛中走出来的竟然是一只兔子 看样子似乎还受了一些伤 看他如此可怜 男主也只好发挥自己的本质工作 为兔子治疗好伤势之后 男主向兔子告了别 转身继续寻找起了大灰熊 可男主一回头 却发现兔子竟然跟着自己跑过来 男主表示自己在找大灰熊之后 兔子似乎是听懂了男主的话 直接朝另一个方向跑过去 然后回头使了个眼色 示意男主跟上 见状男主也半信半疑地跟了过去 没想到这兔子居然还真的知道 于是男主决定在这里先观察观察 不过目前也只能看出 这三头熊是一家子 时间很快就到了第三天 男主也依旧在观察着熊的生活细心 不过看到小熊可爱的样子后 男主突然有些不忍心了 回去的路上 男主又灌了一些河水 毕竟他带来的水已经喝光了 现在也只能喝这些了 不出意外 第二天男主闹着火 还是放屁都带水的那种 就算使用致命魔法 都没办法马上治好 而兔子也一脸心疼地凑过来蹭了蹭男主 就这样又是一天过去 兔子带着男主找到了一片 能直接饮用的水 这样就能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可就在这时 兔子却突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随后直接跳到了树上 男主爬上去顺着兔子的目光一看 发现兔子害怕的东西 竟然是一只大蟒蛇 看到那硕大的体型 还有那充满危险的眼神 男主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这种家伙可不是他目前能对付的 不过好在蟒蛇并没有发现男主 在接下来的时间 男主也依旧是在观察熊 毕竟他的目标是活捉而不是杀死 所以一定要稳住 到了第十天 男主也彻底摸清了熊的细心 打算就在今天动手 可兔子却拉着男主死活不让他去 也不知道是因为下雨还是什么 无奈男主也只好听兔子的话照做 毕竟动物的直觉是很准的 次日男主一大早就出发了 然而等他赶到熊窝时 却发现大灰熊已经死了 从灰熊身上的咬痕来看 绝对是那只大蟒蛇干的 而且尸体还在 就说明他并不是为了进食 而是为了玩乐 就在这时 一只小熊从石头堆里钻了出来 显然他的父母在遇害前将他藏了起来 虽然灰熊已死 男主已经无法通过螺丝的考核了 但眼前的一幕却更令他不爽 于是在告诉小熊自己会帮他报仇之后 转身走进了森林之中 而小熊也似乎明白了什么 在嗅了嗅地上的气味之后 同样走进了森林 而男主在吃了一些食物 做了一番热身运动之后 又用短刀做了一把长矛 开始在森林里追寻起了巨蟒的身影 很快男主就找到了巨蟒 可没想到小熊竟然先踏一步 此时正在和巨蟒对峙 男主心中虽然害怕 但拿巨蟒和师父一笔 男主瞬间就不怕 毕竟世上哪有人比那个女人还苦 于是男主果断举起长矛 朝巨蟒冲了过去 牛逼 然而男主才刚送口气 就突然觉得一阵头晕目眩 没想到这巨蟒有着这么大的身体 竟然还有着巨蟒 不过有了上次闹肚子的经历 男主此时已经知道如何解读了 而解读最重要的就是护住内脏 然后清理血液中的毒素 解完毒之后 男主再次朝蟒蛇冲了过去 但蟒蛇也一尾巴朝他甩了过来 不过好在小熊及时为男主拦下了这一击 牛逼 巨蟒彻底失去动静之后 男主也躺在地上传起了粗气 而小熊也跑过来蹭了蹭男主 男主本想帮他疗伤 可他的魔力却因解读而彻底用光了 此时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可他话还没说完 巨蟒竟又活了过来 显然只靠那根小木棍 无法彻底击杀这只庞然大物 眼看自己无法动态 巨蟒又再次袭来 男主也彻底绝望了 全部罗斯的战争 牛逼 要说罗斯为何能及时赶到 也是多亏了兔子的帮助 而兔子正是罗斯故意安排在男主身边监视的 并且罗斯也一直都守在森林外 怕的就是男主发生什么意外 可没想到男主居然遇上了这条巨蟒 原来这只巨蟒竟是魔王军改造的怪物 上次两军交战时 自己没能将他击杀 没想到竟然逃到了这里 更没想到大灰熊竟然会被他给杀死 要知道大灰熊可是连国家的精英部队都打不赢的存在 听到这话 男主瞬间意识到自己被坑了 罗斯表示他本就不认为男主能拟 只是想让男主和高手对战 然后累积一些战斗经验 可没想到 男主的表现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现在他更期待男主今后的表现了 文言男主也是大怒 毕竟要不是罗斯自己哪会遇到这种情况 似乎是感受到了男主的情绪 小熊也对着罗斯呲牙咧嘴了起来 见状男主赶忙安抚小熊 让他冷静了下来 看到小熊如此亲密男主 罗斯也知道他已经喜欢上了男主 于是便询问小熊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回去 而小熊也果断扛起男主 打算跟着男主一起回去 见状罗斯也直接将一人一熊扛了起来 接着罗斯告诉男主 他现在已经有了和他一起参战的资格 男主一脸猛逼 不知道罗斯在说什么 牛逼 这个回复术师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才刚学会如何使用回复魔法 师傅就告诉他魔王军要和人类开战 而且身为一个奶妈 竟然还要和师傅一起到战场前线冲锋 不过在此之前 师傅还给他安排了一些特训 那就是让男主背着小熊负重跑步 而师傅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模仿在战场救人的情况 这只熊就是男主要救助的伤员 当然为了更逼真的模拟战场 师傅还让其他团员扮演成敌人 对男主不断地发起偷袭 而在偷袭完之后 他们还会不停地追击男主 没有办法男主也只好拼尽全力奔跑 可没想到越到后面就越夸张 这些敌人不仅用上了棍棒 甚至连毒气弹都搬了出来 虽然不是真的毒气 但实在是臭得要命 男主只好再次加速 可跑着跑着 竟然连滚木陷阱都被这些人给搞不出来 就这样过去跑一整天都不觉得累的男主 只坚持了四个小时就累趴下了 师傅告诉男主 在真实的战场上 人体会被紧张恐惧焦躁等情绪影响而感到疲惫 所以才会比平常更快利解 而训练的目的 就是让男主习惯这些情绪 养成无所畏惧的精神 在为男主恢复完体力之后 师傅又让男主背着小熊到城里去跑一圈 以此来模拟战场人多眼杂的情况 男主一开始还觉得把魔兽带进城里 肯定会引起骚乱 可路人不仅不怕 还纷纷对男主点头微笑 于是男主一问才知道 这是因为他穿着救命团的衣服 原来他那些长相凶悍的队友 也经常会到城里跑 大家早就习惯了 也知道救命团都是好人 所以才不会害怕 临走前婆婆还送给了小熊一颗水果 毕竟他刚来的时候 就一直在盯着这种水果 向婆婆道完泄之后 男主便继续跑不去了 而在他离开之后 一个猫儿娘从摊位里走了出来 然后看着男主的背影发起来 但男主却浑然不知 心想既然来城里了 顺便去皇宫看看那两位同学 就在这时 一个黄毛注意到了男主 他本想叫住男主 可男主跑得实在太快 一不小心就摔在了地上 无奈男主只好停下为他疗伤 通过聊天男主才知道 男主和团长两个 再加上黄毛和他妹妹两个 不过因为黄毛没办法治疗自己 没办法跟上团长的训练 所以便和妹妹在这里开了一家驿馆 平时就在这里为居民看看病 而黄毛在战场上的任务 就是负责治疗那些被运输回来的伤员 听到这 男主才知道为何师父会挑选他一起上前线 原来并不是所有回复术士 都有着异于常人的体 接着和黄毛告别之后 男主便直接来到了王宫探望同学 因为师父提前给国王打了招 守卫也并没有阻拦男主把魔兽带进王宫 接着男主找到了正在训练的金妮 而两人在打完招呼之后 金妮也注意到了男主背上的小熊 于是喜欢毛茸茸动物的金妮 当即就要摸摸小熊 牛逼然而被拒绝的金妮却更兴奋了 因为被肉球碰到的触感实在太棒了 接着在男主的鼓励之下 金妮再次朝着小熊伸出了手 然而小熊却直接一口将他的手给吞了 见状男主瞬间尬住 伸手打算亲自给金妮示范一下 可没想到这小熊连他也吞 这下就尴尬了 于是两人也只好作罢 这时男主突然发现金妮的手好像受伤了 不过并不是被熊咬的 而是因为练剑练的太勤起了水泡 牛逼无奈金妮只能告诉男主 季坤今天和骑士团团长去森林里找魔物进行实战了 而明天就轮到他去了 得知两人的情况之后 男主又和金妮聊了一回 然后就告辞离开了 看着男主离开的背影 金妮也觉得男主对自己似乎越来越大当 不过这道也不是什么坏事 而男主在回到救命团之后 也向师父汇报了今天的训练感悟 表示他以后既不会战斗 也不会杀敌 但是会拼尽一切去救金妮和季坤 以及他能救下的所有人 因为这才是救命团的职责所在 文言师父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男主的话简直说到他的心坎里 因为在战场救人本就是争分夺秒 战斗只会拖延救人的时间 并告诉男主 以后遇到想牺牲自己的人就要打魂带走 遇到快被敌人杀死的人 就要从旁将他们强行带走 而冰死之人 则是死也要让他们活下来 所以男主说的话并不丢人 因为身为救命团的人 他本就该有如此局务 第二天 团长天还没亮就将男主叫醒 告诉他国王下令 让他今天陪吉尼一起到城外训练 原来回复魔法不仅能够救人 还能够用来泡妞 女神受伤了 别怕老子有回复术 女神中毒了 别怕老子有回复术 女神死了 哦那就死吧 和女神一起流落山洞时 男主更是靠着那用回复术 修炼出的一身强壮肌肉 让女神看红了双脸 这天男主受师父之命 陪同勇者吉尼一起到魔兽森林试炼 路上吉尼本想趁着小熊睡觉时摸摸他 可男主却一把将他的手给扇开了 吉尼也真是服了男主这个指南 自己只是摸熊 又不是摸他 但男主也只是不想小熊被吵醒了 就在两人争执时 小熊还是被吵醒了过来 见状男主也把小熊放下 让他自己走 看着小熊那迷迷糊糊的样子 吉尼也知道机会来了 于是果断提议自己来背小熊 而小熊也迷迷糊糊的趴了上去 牛逼 男主也真是服了 这还没开始失恋就受伤了 可就在男主吐槽时 一伙强盗突然出现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男主本想安慰吉尼别怕 却没想到吉尼竟然一脸兴奋 毕竟他还是第一次看到破真价实的强盗 男主也是无语 刚想出手教训下这群强盗 吉尼就抢先一步 用雷电魔法将一名强盗电晕了过去 但这也激怒了强盗 纷纷朝着吉尼冲了过来 好家伙 感情你俩是小智和皮卡丘啊 可就在几人和强盗交战时 一群野猪突然冲进了战场中 按理说这种级别的魔物是生活在森林身处的 可却不知为何出现在了这里 众人顿时就陷入了慌乱 男主更是为了保护精英 被野猪群给撞飞了出去 随后又掉进森林一路滑行朝山下口去 最终落进了一条河中 也多亏有男主治愈魔法的保护 吉尼并没有什么大碍 可男主看到周围的地形 却突然觉得有些眼熟 似乎正是当时被雄追下的那个瀑布 于是赶忙让吉尼深吸一口气 然后抱紧吉尼 防止两人从瀑布落下时被水流冲散 就这样在男主的保护下 两人成功地度过了这场危机 但他们也和队友彻底走丧 眼看此时天色已晚 似乎还要下雨的样子 两人也只好轻点一下身上的物资 决定在这里暂时休息一会 接着两人选了一个可以避雨的山洞之后 男主又让吉尼先把湿掉的衣服换掉 那不然呢 你在期待什么要问 至于食物的问题 有吉尼这个新能源法师在 也根本就不用愁 随随便便就垫了几条鱼出来 而生火的问题 对吉尼来说自然也是小事一桩 于是男主立马脱去衣服烘干 然后坐在火边烤起来 可吉尼却蹲在墙角 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这时吉尼突然注意到头顶的树上 有几只不明生物走了出来 男主告诉他这叫绿毒猴 虽然看起来很可爱 但却有着剧毒 所以最好不要去碰他们 然而男主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吉尼在伸手 斗着一只小绿毒猴 牛逼 与此同时 国王也收到了吉尼和男主失踪的消息 但要派出搜救队的话 最快也要等到明天 吉坤一听瞬间就急了 当即就要去森林寻找二人 然而却被男主的师傅拦了下来 师傅告诉吉坤 有男主这个回复术士在 吉尼肯定不会有事 所以大可放心 也正如师傅所说 山洞里的两人吃饱喝足之后 此时正一边欣赏女子 一边打情骂俏呢 吉坤君本当にたくましくなったね 先輩は人間臭くなりましたよね 元の世界の先輩は高値の花でしたけど 本当かい その割には私に対してそっけないよね そんなことは まあいいけどね 君には憧れてもらうより もっと近い関係の方がいい 寝ます おやすみなさい もしかして照れているのかな 君と話せてよかった おやすみ 牛逼休息一晚之后 两人一大早就出发往回港了 可还没走多远 不远处树丛中就传来了一响 两人本以为又遇到了什么魔兽 可没想到走出来的竟然是小熊 他正是顺着男主的气味一路找过来的 不过就是苦了跟着他跑来的护卫 直接就累得晕倒了过去 无奈男主也只好使用魔法帮他恢复体力 可就在这时小熊却突然跑不出去 众人跟过来一看 才发现他是想回家缅怀一下被大蛇杀死的父母 通过男主的解释 吉尼这才知道小熊悲惨的身世 就在吉尼为之伤感时 小熊突然来到了男主面前 牛逼